作为亚伯拉罕系宗教的开山鼻祖 犹太教对世界的影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让我们先从他们的圣经塔纳赫来认识犹太教的起源吧 首先让我们区别一下神话、传说与历史这三个概念 简单来说 神话就是关于神明的超自然的故事 比如盘古开天地、铝蛙造人等等 传说则是关于真实或者虚构人物的充满想象的小说 比如姚舜宇真的是历史人物吗?多半不是 哪怕是散让故事也是假的 什么是历史呢?就是经过考古考证 很可能真实发生过的世界 比如秦始皇统一中国成为始皇帝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 并不是只有历史才有价值 实际上神话是近东文明各民族的思考方式 包括以色列人的祖先 如果站在事实的角度 我们会把历史跟神话对立起来 如果站在意义的角度 历史和神话都是载体 认识犹太教只需要记住这四个关键词 选明、律法、圣殿、医神 我会按照这条时间轴 根据《希伯来圣经》来和你分享 犹太教的这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选明 上帝是怎样拣选的以色列名呢? 上帝跟他们定了永约 而且不止一个 《希伯来圣经》由三部分组成 《妥纳》、《先知书》和著作 《妥纳》就是摩西五经 核心内容包括永约和律法 永约就是上帝跟他们定的无限期合同 永约之一 《罗亚之约》 根据《创世纪》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天地 《万物》和《人》第七天就休息了 《安息日》的意义之一就是 《纪念上帝的创造之功》 那么犹太人认为这是哪一年呢? 公元前3760年 也就是我做这个视频的2023年 是犹太历5783年 诶?他们怎么知道的? 《创世纪》可没说呀 别着急 你看到后面就会知道 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 吹了一口气激活他 然后用他的内骨造了夏娃 上帝特特叮嘱过亚当 不要吃那颗知善恶术的果子 吃了就会死 结果我们都知道 他们没有顺服上帝 吃了禁果 这里要强调一下 犹太人并没有原罪的概念 他们相信人类仍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圣洁 虽然会被各种贪欲驱使 但还是有自由也有能力战胜罪 与上帝保持关系 所以并不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 亚当夏娃后来生下了该隐与亚伯 出于嫉妒 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 这是人类第一桩谋杀 亚当夏娃又生下了赛特 他们都生养众多 赛特的帝时代孙就是挪亚 上帝见人类罪孽深重 后悔造了他们 决定用洪水消灭人类 只有挪亚是个毫无过错的人 于是上帝就让他造一艘船 也就是方舟 只有他一家八口和流种的动物上了船 其余的人类和飞禽走兽 都在大洪水中死去了 值得庆幸的是 这之后上帝跟挪亚签了个永约 说从今以后再也不发这样的大水灭绝众生了 注意 这个约不仅涉及到人类 包括了一切众生 只要彩虹出现在空中 上帝看见了 就会纪念与众生案的手印 彩虹就是这个诺亚之约的记号 这些神话来源于哪里呢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考古陆续发现刻有巴比伦创世神话 埃努马埃利时和基尔加美时大洪水故事的泥板 原来圣经创世纪的许多故事都不是原创 而是来源于更古老的神话 这里要多说两句 任何一个宗教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阵营 传统派 中间派 自由派或改革派 当然在每一种宗教里称呼略有不同 传统派会坚定地认为圣经是上帝启示的 一字一句都真确无 他们相信毁灭一切的大洪水是历史而不是神话 与巴比伦神话不是一回事 而自由派或者改革派学者却更现实地接纳考古证据 承认大洪水的确源于早期近东神话 但圣经神话又与这些神话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是迭代而是颠覆 上帝使用神话 但改变了神话的意义 比如巴比伦神话结束的时候 神们在吵架 只有一个英雄得救 而圣经故事却结束在永约上 这当然高级多了 罗亚有三个儿子 陕 韩和雅芙 陕的曾孙叫西伯 据称他就是西伯来人的祖先 西伯的六十孙就是亚伯兰 上帝呼召亚伯兰 让他全家从吴尔迁到迦南 亚伯兰八十五岁的时候 跟婢女生了长子以施玛丽 就是阿拉伯人的先祖 一百岁的时候 跟九十一岁的老婆撒拉 生下了上帝应许的儿子 以撒 以撒生了以扫和雅各 无论在吴尔还是迦南 大家热热闹闹地敬拜着各种神 而亚伯兰却只敬拜这位叫亚威的神 亚威就是基督徒物读的耶和华 上帝给亚伯兰改了个名叫亚伯拉罕 意思是多国之父 上帝还跟亚伯拉罕签了一个永约 我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国度要从你而立 君王要从你而出 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我会永远做你们的上帝 也就是说 迦南 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坎所在地 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我们有一部影片 就是关于这个应许之地 大家一定要去看看 罗亚之约的记号是彩虹 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 就是歌里 南因生下来第八天要割去包皮的一部分 意思是遵循跟上帝力的约 不守歌里的会是死路一条 雅各后来被上帝改名为以色列 他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 这十二个儿子里雅各最宠爱的是排行十一的约瑟 结果约瑟被十个嫉恨的哥哥卖给商队来到了埃及 但因祸得福 约瑟最终成为埃及的宰相 而他的十一个兄弟和父亲后来也都来到埃及 这就开始了四百多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寄居生涯 这时候他们已经沦为埃及人的苦力 天天哭喊上帝救命 上帝听到了 心疼了 于是又呼召了一个人来搭救他们 这个人就是摩西 摩西的意思是从水里拉起来 他是被法老女儿从水里救出来的 摩西带领两百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渡过红海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这期间发生了大大小小许多事 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在西奈山又跟他们签了一个永约 叫西奈之约 也叫摩西之约 这个摩西之约是借由律法而立的 律法的核心是十戒 原意是十言 就是十句话 而前三句话特别重要 标志着一神崇拜的正式诞生 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被一些人认为是犹太教的创始人 妥拉的意思并不是律法 而是训会 教导 诫命 简单来说 诫命是防患于未然的教导 而律法是饭食之后的惩罚 在妥拉中上帝规定了六百一十三条细则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这些都得紧记在心 代代相传 其实 这些诫命与古巴比伦的汉摩拉比法典 有很多相似之处 明显是借鉴于此 当然也有迭代更新 那么摩西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 安息日 犹太人必须在周六这天彻底停下来 什么也别干 除了祷告与休息 这一天既要送在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大能 也要感谢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大恩 守安息日有多重要呢 圣经记载 有人在安息日去捡了一把柴 结果被处死了 后来拉比们甚至规定了三十九类安息日禁止的活动 很多地方供犹太人使用的电梯 在安息日的时候 甚至不需要他们亲手去恩电钮 那么假如一位男婴行割礼的日子正好是安息日 要不要在那天行割礼呢 必须的 因为谨守割礼比守安息日更重要 犹太人对于上帝的训诫有一个优先顺序 摩西之约的对象就不是万民了 而是选民以色列人 不过他们作为选民并没有特别的权利 反倒是有特别的责任要守律法 要做万邦之光 就是全人类的榜样 为什么上帝单单拣选以色列人呢 我们当然不知道 上帝说不是因为他们人多 是因为上帝爱他们 其实他们的人数是最少的 可既然他们是选民 为什么还如此多灾多难呢 犹太人对此想得很明白 正因为他们是选民 才如此多灾多难 因为上帝所爱的必然管教 爱得越深 管教得越狠 当然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上帝的管教 比如二战时六百万犹太人被灭绝 那是因为人性之恶 犹太人的信仰不是烧脑的神学 而是遵循律法的生活 他们并不觉得遵守诫命是一份重担 反倒觉得是接受上帝的恩典 第三个关键词 圣殿 话说摩西没有进入迦南 他的尸体也不知去向 以色列人在接班人约束亚的领导下 占领了迦南 十二个支派也瓜分了 约旦河两岸的这片土地 但以色列人并不争气 他们杀入迦南后 接着是世事时代 历史不断轮回 以色列人悖逆上帝 上帝使用外族来教训他们 以色列人悔改 上帝兴起实施来拯救他们 再之后 汴亚敏之派的扫罗 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 不过他的王位没有传给儿子 因为上帝不再喜欢他 而是把王位给了他女婿 犹太之派的大卫和他的后裔 上帝跟大卫也签了个约 叫大卫之约 我必是你身所上的后裔接续你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王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可这个永约 显然在公元前 586年终止了犹大国 被巴比伦灭了 难道上帝毁约了吗 犹太人绝不相信 于是 他们开始相信 未来会有一位大卫的后裔 重新做上王位 这位后裔就是弥赛亚 弥赛亚的意思是 受高者 圣经中很多的君王祭司 都是受高者 英王查尔斯三世的登基大典上 坎特伯雷大主教 把圣油涂抹在他手上 胸口上和头上 这正是来自西伯来圣经的传统 可惜这个环节 被屏风隐蔽起来 我们看不到 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 是一位什么样的受高者呢 有人认为 他应该是一位伟大的君王 有人认为 他将是一位圣洁的祭司 显然 耶稣与任何犹太人 对于弥赛亚的想象都不相符 这就是为什么 绝大部分犹太人 至今不愿意接受耶稣 大卫其实很混蛋 他跟一位勇士乌利亚的老婆 巴士巴通奸 还涉及让乌利亚 早早死在战场上 而他跟巴士巴生的 第一个儿子死了 第二个就是以智慧和财富 闻名天下的所罗门 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第一个圣殿 最里面是至圣所 约会里面就是摩西领受的 刻有十节的两块石板 两百多年后 圣殿被毁 约会也不知所踪 至今还没有找到 圣殿有多重要呢 以色列的经典塔木德说 就像肚脐位于人体的中心 以色列地也位在世界的中心 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地的中心 圣殿是耶路撒冷的中心 所罗门死后 他的儿子罗布安即位 但他远不如他爹那么睿智 却又想比他爹更铁腕 结果就遭到手下的叛变 王国一分为二 十个北方之派 组成北国以色列国 其余两个之派形成南国犹大国 北国在公元前722年 被亚述帝国灭掉 这十个之派也失散到各地 南国在公元前586年 也被巴比伦灭掉了 圣殿被毁 王公贵族都被掳到巴比伦 第四个关键词 一神 独一无二的上帝 按理说这个关键词 应该放在最前面 为什么反而在后面呢 因为前面讲述的 都是圣经里的记载 现在我要告诉你 另一个版本 是历史学家的版本 从19世纪到现在 历史学家们 有了许多考古发现 这里没法一一论述细节 只告诉大家 目前主流历史学家的结论吧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摩西 更可能是传说人物 而不是历史人物 好比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 他们的故事 相当于是小说或者演绎 但故事的原型人物可能有 只是远远没有那么传奇 陀拉出现的许多地名 成名都是许多个世纪之后才有的 陀拉的口述传统 不会早于公元前九世纪 成述时间是在贝鲁归回之后 当然作者也不是摩西 其他的先知书与著作 大约完成于公元前六世纪到二世纪 至今没有任何两百万以色列人 在埃及住过 在旷野漂流过四十年 并发动大规模战争 占领迦南的记录和痕迹 只有大卫 所罗门时有其人 很可能是当时耶路撒冷的统治者 但他们统治的可能是一个部落王国 不可能有一个能够容纳 所罗门一千个老婆的巨大宫殿 圣经大大夸张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 再次提醒大家参考这个视频 才能了解真正的历史 从公元前586年由大卫灭开始 我们读到的圣经基本上算是历史了 虽然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 但大多数人物和事件是有案可查的 有同时期的巴比伦文献可以作为证据 我们也要再次强调 所有的神话与传说都很有意义 他们是一个信仰群体 对自身信仰的解读 他们不是在述说历史 而是在宣讲神学说明上帝如何拯救他的选民 就像咱们华人自称是炎黄子孙 不是在谈历史 而是在谈文化认同 亡国之后又怎样了呢 其实亡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过了几十年 波斯兴起灭了巴比伦 他们实行怀柔政策 允许被征服的民族返回自己的老家 就这样一部分南国子民 从公元前539年起陆续回到迦南 并在公元前516年重建了一个圣殿 被称为第二圣殿 犹大国虽然不复存在 但犹大支派的血脉依然延续 后来整个以色列民族 以及他们的信仰都以此为本 被称为犹太人及犹太信仰 犹太人是犹大的希腊文音译 重点来了 真正的一身信仰 其实源于贝鲁归回之后 因为贝鲁之前 以色列民与其他民族一样崇拜多神 雅威只是众神之一 贝鲁归回之后 只崇拜雅威的信仰才流行起来 这四个主题词 才逐渐成为犹太信仰的四大支柱 《西伯来圣经》记载的历史 直到公元前400年 这之后的历史来自其他文献记载 从第二圣殿建立到公元70年被毁 这段时间叫第二圣殿时期 在犹太人散居的 比如巴比伦 埃及等地 会堂出现了是犹太人聚集祷告的地方 文士也出现了 是研读和教导妥辣的学者 纳入《西伯来圣经》正典的各卷书完成了 而且还有了一个希腊文艺本 也就是七十十一本 犹大帝被波斯统治了两百多年 又被希腊接手了 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后 帝国被分成三份 而托勒密王朝与塞留古王朝多年征战 犹太人可以说是在他们的夹缝中生存 公元前167年 塞留古王朝的安条克寺室闯入犹太人圣殿 用诸献祭玷污了至圣所 要知道只有犹太人的大祭司 能够在每年的赎罪节进入至圣所一次 安条克成为进入至圣所的第一个外族人 这件事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侵犯 三年之后 马加比起义爆发 之后犹太人建立了哈斯摩尼王朝 断断续续有过七十多年的独立 公元前63年 犹大帝还是沦为罗马的殖民地 对犹太人来说 最痛心疾首的事情 莫过于公元七十年圣殿再次被毁 这回是毁在罗马将军提多的手里 而且显然是罗马人有意不属 第二次圣殿被毁 与第一次是间隔656年后的同一天 说了这么多 犹太教到底姓什么 他们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姓经 但有一个每天都要依次祷告的信仰告白 来自《生命纪》六章四到九节 对了 最后还得说说 为什么世界是在公元前3760年创造的 简单来说就是倒推 从最靠谱的一个时间点 再根据圣经记录往前推 就有了这个数字 基督教原本只是犹太教的一支 他是如何跟犹太教分道扬镳的呢 跟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他就是圣保罗 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教堂 都会有这两位的树像 圣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 圣保罗拿着象征圣灵的宝剑 这两位谁对基督教的贡献最大呢 如果说没有彼得就没有罗马教宗 那么没有保罗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 甚至有学者说 保罗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就是保罗 也许这种说法有些夸张 但主流学者普遍的共识是 如果没有保罗 那么今天可能只有犹太教的拿撒那派 甚至连他也不存在了 可是保罗根本就不是耶稣挑选的 十二个门徒之一 那么为什么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耶稣的人 会重新塑造的基督教呢 当然保罗的时代只有基督徒 意思是追随基督的人 还没有基督教这个词 我们已经讨论过耶稣如何成为神 这个视频就来解读 从耶稣到第一代使徒到保罗 他们各自传讲的福音到底是什么 保罗到底改变了什么 本视频分享的是新约学者而不是神学家的观点 他们把圣经视为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但是不会把它看作是毫无错误的 绝对可靠的天启圣典 而且神迹不属于历史学家的讨论范围 研究耶稣的生平很困难 为啥呢 因为史料太缺乏 几乎只有圣经资料 而圣经里面一部分是真正的耶稣传统 就是很有可能是耶稣真实的演习 另外一部分呢 这属于早期教会传统 就是信徒们后来的演绎 我们快速复习一下以前聊过的内容 作为本视频的基础知识 新约的编排顺序是这样的 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重复 可以对照读 所以要对观福音 然而实际上保罗的书信成书最早 二十年后才有了马可福音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会儿我再谈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 四本福音书都是匿名出现的 几十年后才被赋予现在的名字 作者既不是使徒也不是使徒的同工 换句话说都不是目击者 约翰福音里关于耶稣的言行 都不属于耶稣传统 而是早期教会的神学主张 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历史学家不会使用里面的资料 来讨论历史上的耶稣 那是信仰里的耶稣 对于信徒是极为重要的 三本对观福音里也有若干的演绎 但远没有约翰福音那么彻底 他们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三本福音书共同的内容 是马太和路加都引用了马可 只有马太和路加有的内容 则是来自于另一个已经失传的Q文文 只有马太才有的可能来自于失传的M文本 而只有路加才有的可能来自于失传的L文本 这个理论当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 但是大部分学者都认同 那历史学家到底是如何找出真正的耶稣传统的呢 他们设定了这样一些标准 一 是否有多个独立证据 比如耶稣宣讲天国的到来 就在各种福音书 书信 Q文本 M文本 N文本里面都出现了 那么可以认为是他的确传讲过的信息 第二 是否符合尴尬标准 假如这件事或这句话让教会感到尴尬 那么它多半是真的 因为实在没有理由认为教会会创造一个对自己不利的传说 当然教会也会对这样的言行给予属灵的解释 比如说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一个无罪的人怎么会接受一个悔改的洗礼呢 这件事多半是真的 当然福音书加上了它的属灵含义 第三 是否符合双重不相似标准 就是说这句话既不像是当时犹太教 也不像是原始基督教说的 那么就有可能是耶稣的独特教导 比如耶稣说 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来跟从我吧 第四 是否有亚南语的痕迹标准 因为耶稣很可能讲的是亚南语 如果在福音书中含有亚南语的 词汇 语法 句法 节奏 押韵等等 就可能属于耶稣传统 第五 文化和历史标准 就是是否符合当时巴勒斯坦的历史文化背景 应该说这些标准在学界还是有争议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提醒各位 如果你发现福音书里明明说耶稣说了这个做了那个 我呢说没有 你就不用奇怪了 因为学者们认为那些都是后来的创造 不属于耶稣传统 关于历史上的耶稣生平 玻璃神话与传说最干把然而最历史的极简版就是 耶稣出生于公元前四到六年 他的童年和成年早期都在加利利的一个村庄拿桑乐度过 他成年后受过施洗约翰的喜 然后他呼召了门徒在加利利各乡各村教导 最后当他去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 他在圣殿制造了些麻烦 他跟门徒吃了月节晚餐后被大祭司派人逮捕 随后来被罗马行政长官比拉多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 门徒起初逃回了老家 后来他们认为看见了他 他们相信他会回来建立上帝的国 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群体等待他的回归 也努力赢得其他人相信他是米赛亚 不要小看这段干巴巴的描述 这是最历史的情节 没有那些难以证实的众说纷纭的传说 当然连这个也并不是每位学者都赞同 至今还有人质疑耶稣是不是持有其人 但是主流学界相信耶稣是位真实的历史人物 尽管不确定他的身父是不是约瑟 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虽然每个人都信仰上帝 但是还是各有神学立场或者政治立场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派系 就像今天的基督教一样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这四个群体 掌管圣殿的祭司与贵族阶层 杀都该人 独处百姓严守律法的知识分子阶层 法利塞人 退居到旷野苦修的艾森尼人 紫海古卷就是他们留下的 还有主张武装起义的奋瑞党人 他们最后全部自杀于马萨达城堡 当然大部分犹太人哪派都不是 这里面杀都该人是最保守的 只接受摩西五金 压根就不相信死后生命复活天堂等等 这就挺有意思了 我们通常都以为宗教都主张灵魂不死 要么轮回要么复活 怎么最保守的犹太人反而不相信死后生命呢 这恰恰可以证明 我们上个视频说 索勒亚斯德教是这些概念的原创 而犹太人正是在被波斯统治期间受到影响 法利塞派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 他们就完全接受了末世复活天堂地狱等等概念 圣殿被毁以后 法利塞人成为犹太教硕果仅存的一致 也正是他们后来确定了西伯来圣经正典 很有意思的是 基督徒写的教会史都承认基督教深受希纳哲学的影响 却几乎不提索勒亚斯德教 当然这原因也不言而语 当时大部分犹太人都在写 哎呀咱们被外族欺负这么多年了 上帝不会袖手旁观啊 他一定会亲自干预了 如何干预呢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派一位弥赛亚来 弥赛亚就是基督 意思是受高者 君王先知祭司都可能是受高者 对死海古卷的研究发现 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认识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弥赛亚会是一位伟大的君王 带领他们建立自主独立的国家 有人认为弥赛亚会从天而降 来审判地球上的邪恶王国 还有人认为弥赛亚会是一位大祭司 不管哪种认识 他们都相信弥赛亚一定是一位伟大而充满号召力的人物 他会以武力来推翻以色列的敌人 在应许之地建立一个上帝的王国 统治上帝的子民 那么耶稣是不是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呢 我们来看看耶稣究竟说了什么 首先要说的是 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知道 他们在创建一种新的宗教 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发起一场末世复兴运动 学者们把它称为耶稣运动 或者叫拿撒勒派运动 为什么呼召十二个门徒呢 象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 也就是号召所有犹太人参加 耶稣传讲的主要信息是上帝的国 也就是天国 他很多次说啊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为他撕洗的撕洗约翰 也是大声呼吁这样的信息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 耶稣很可能先是撕洗约翰的门徒 后来致力门户 当然福音书反复强调说 撕洗约翰制认为耶稣提携都不配 耶稣每次讲的天国啊都不一样 有时候他指天上的永恒国度 有时候他指即将从天而降 统治地球的未来王国 有时候他说天国已经在你们中间 马太福音里提到三次几乎一模一样的信息 第一次来自撕洗约翰 第二次来自耶稣 第三次是耶稣对门徒的吩咐 而从福音书保罗找清书信里面 我们也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他们是如何确信宇宙审判者马上就要到来 保罗也这样说 当然他们错了 所以到约翰福音就几乎不再提这样的信息 所以耶稣的身份首先就是一位世界末日先知 耶稣还是一位道德完美主义者 所以耶稣律法虽然没有摩西律法那么多 但是比摩西律法更严格 比如说这样的教导 当然耶稣也不是一位成天板着脸的道德警察 实际上他带着门徒到处吃吃喝喝 很亲民也很有人情味 他只是要求犹太人更新自己的言行 这样才能进上帝的国 那怎么更新呢 遵守两条最大的诫命 第一是尽心尽力尽义爱神 第二是爱人如己 耶稣一直在乡村传道 听众都是贫苦农民渔民等等 所以他给予穷人很多盼望 根据福音书记载他还行了很多神迹 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都相信神迹其事 无论是在耶稣之前还是之后 都有过很多能心神迹的人 耶稣宣讲的对象是犹太人 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而是要完善律法 他说过用自己的血历新约吗 从保罗书信和三本福音书 都含有这样的信息 尽管他们记载的不同 但是呢 他们可能都代表的是保罗传统 我会在下面再做解释 他认为自己是弥赛亚吗 可能是的 尽管他没有明说 但可能私下里对门徒说过 和许多先知一样 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 当彼得问他们抛下一切 跟从他有啥回报的时候 他给了门徒这样的希望 到复兴的时候 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而且撇下一切的 将得到百倍的回报和永生 那么耶稣为什么会死呢 耶稣虽然只在加利利活动 但是他的名声显然也传到了耶路撒冷 他宣讲的上帝的国 在大基斯这些犹太当局 看来很可疑 很有要篡权的味道 他对群众的号召力也令人深畏 而他最后一周 去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 他的几个行为艺术 更是成了引发烧乱的信号 比如说行为艺术之一 他特意骑驴进京 很是招摇 犹太人一看就明白 这是先知书的预言 他在暗示自己会做王 行为艺术之二 他在圣殿赶出做买卖的人 推倒桌凳 也不许人家拿着器具 从圣殿里经过 他不是在捷径圣殿 圣殿有25个足球场那么大 一小块场地 用来兑换缴拉圣殿税 质量可靠的铸币 买卖献祭的鸽子 都是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犹太人 还真没什么毛病 其实耶稣就是想表达上帝的国即将来临 在审判中将要摧毁圣殿 所谓的圣殿崇拜已经偏离的正道 犹大如果告密 肯定告密说他自称是弥赛亚 这下子罪名也就坐实了 大祭司等人 以他要做王的罪名 控告他 罗马人对这样的人 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 约瑟夫斯的记载 仅在公元一世纪前后 就有六个人相继发起反抗运动 有的很快失败 有的发展到几千人 最后呢 这六个人全都被处决了 无因例外 耶稣的罪名就是危害国家政权 而不是亵渎上帝 这样的罪名必死无疑 总结起来 作为一名末世先知 耶稣传讲的福音是即将到来的天国 是爱神爱人两大诫命 他认为自己是领导复兴的弥赛亚 但他没有说过自己是神 也没有教导 他的死与复活将带来救赎 那么第一代使徒传讲的福音是什么呢 新约里只有使徒行传 记录了初代教会历史 教会传统认为 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的作者 是医生路加 他参与过保罗的宣教 然而历史学家并不认为 这位不知名的作者 真的参加过保罗的宣教 他在一部分章节中 故意使用第一人称 很可能是一种广告策略 使徒行传不是一份历史记录 而是一部充满神学表达的护教作品 但从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线索 耶稣死后 门徒一度失散 回到加利利 但后来他们认为 看见了复活的主 于是相信耶稣的确是弥赛亚 他们在五旬节聚会 开始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 耶稣真的复活了吗 不管耶稣是否真的复活 门徒们相信他复活了 这就够了 学者们当然不相信 但他的身体到底怎样了 也许永远是个谜 以彼得 雅各为首的拿撒勒派认为 耶稣的死与复活 象征了上帝的救恩 他们从以赛亚书里 找到这些段落 认为那个受苦的仆人 说的就是弥赛亚 而耶稣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 犹太人从来都认为受苦的仆人 象征以色列 所以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 既然耶稣在世的时候 并没有摧毁外族统治 反而被定死了 那么福音的信息就得改变 第一批使徒传的福音是 耶稣来并非为了拯救上帝的子民 免受外族压迫 而是为了拯救他们获得永生 这救恩是给犹太人的 当然外邦人也可以获救 只要他成为犹太人 接受犹太律法 犹太律法包括道德律 礼仪律和司法律 礼仪律里最重要的就是哥里 安息日 实物律律 为什么遵行这些律法这么重要呢 因为哥里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 安息日是上帝与摩西立约的记号 实物律法 洁净律等都是上帝为他们定的 基督徒大多觉得犹太人很可怜 要遵守那么多律法 还成天担心会不会被上帝 从生命册上除名 其实犹太人并不像基督徒所说是律法主义者 他们是恩约守法主义者 心里笃定得很 什么意思呢 他们相信上帝拣选了以色列 赐给他们律法 上帝应许了保持这个拣选 也要求他们顺服 上帝会赏赐顺从和惩罚过犯 而人们可以通过律法来赎罪 上帝与子明约的关系会维持或者重建 借着顺服 赎罪和上帝的怜悯 凡是被保守在约内的人 都属于将会得救的群体 也就是说 拣选和救恩都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这就像加尔文说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圣徒永蒙保守 所以顺服上帝 遵守律法是约中之民的记号 而不是靠这个得救 现在透过耶稣的死予复活 上帝要拯救所有在约中的子民 条件是你得先进入这个约 这就是第一代使徒的福音 第一批拿撒勒派全部都是犹太人 遵行犹太人的一切习俗 只是比其他犹太人多了一个活动 在周日聚会掰饼 庆祝耶稣的复活 这就是早期的圣餐礼拜 十九世纪一卷手稿的发现引起了轰动 它就是十二使徒一讯 可能成熟于一世纪末或者二世纪初 里面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描述了圣餐和洗礼等仪式 应该是怎样的 你可以看到 没有一个字提到耶稣的血和新约 与保罗的理解完全不同 学者们认为 这可能反映了更古老的传承 初代信徒认为弥赛亚时代已经到来 而传统犹太人却认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异端 竟然崇拜一个被挂起来的人 这样的人是被上帝诅咒的 不管哪一种宗教 对异端都比对异教更狠 所以拿撒勒派开始被传统犹太人迫害 其中有个年轻人很积极地参与迫害 就是保罗 关于保罗的生平与教导都来自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 主流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新约里所谓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 只有这七封的确是保罗所写 其他六封都不是 保罗比耶稣年轻十岁左右 作为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 他对信仰比同辈人更激进更火热 一开始他非常反感耶稣门徒的宣讲 怎么可能把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奉为弥赛亚 然而突然有一天 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 他加入了拿撒勒运动 传讲耶稣的救恩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从疯狂迫害者突然转变成火热宣讲者呢 他从来没有在书信中描述过详细过程 使徒行传里倒是有一个戏剧性的场景 他在被大祭司派去大马士哥捉拿基督徒的路上 突然被一道强光击中 还有耶稣的声音谴责他 于是他眼睛瞎了 三天后被上帝派去的一位基督徒医治 这个传奇故事只能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场景 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一个谜 保罗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所以他常有神秘体验 他说看见过复活的主的异象 他暗示自己上过三重天 还反复强调他的信息直接来自耶稣的启示 西元50年左右 他去耶路撒冷参加了很重要的一次会议 与雅各 彼得等教会领袖讨论外邦人是否需要手游太律法 使徒行传说他们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 外邦人不必遵行那些犹太律法 然而 从保罗的书信看恐怕没那么一致 他后来还跟彼得 巴拿巴直接发生过冲突 否则他不会以这样的口吻提到这些前辈 保罗与他的宣教伙伴巴拿巴分手 很可能也是因为这次冲突 而不是因为马可 那么保罗的福音跟第一代使徒有什么不同 他从哪些方面重新塑造了福音呢 首先就是拆除了皈依的门槛 非犹太人不必受割礼 不必守安息日 不必遵守食物律法 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 也就是说 不必先成为犹太人就可以得到永生 要遵守的是心中的割礼 否则耶稣的死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可以用这张图来表达保罗的资讯 上帝透过耶稣的死摧毁了罪的力量 他透过耶稣的复活摧毁了死亡的力量 他将透过耶稣的再来摧毁一切邪恶势力 总之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带来的救赎 与犹太人这个身份无关 打个比方 这就好比说申请美国公民不需要生在美国 只要相信美国是最民主 最理想的国家就行了 这不让所有志在移民的人欢欣鼓舞吗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与那些超级使徒之间产生冲突 当然 从基督教的传播来说 保罗的信息相当有利且有利 相当于彻底改变了天国的移民政策 显然这个信息不属于耶稣传统 也不属于第一代使徒传统 而是保罗传统 若干年后在教会成为了主流 如果没有保罗 那么今天可能没有基督教 最多只有拿撒勒派 第二 第一代使徒并没有把耶稣当作先存的神 而是上帝派来的凡人弥赛亚 复活后才成为一个神圣的存在 也就是肉身成神 就像摩西 以利亚一样 但在保罗的书信里 耶稣原本就是一个神圣的存在 是神成肉身来到世上 在复活后甚至有了 与上帝同样的地位 请参看这个视频 第三 保罗还改变了圣餐与洗礼的意义 基督成了赎罪祭品 基督的宝血洗涤了世人的罪 于是圣餐成了饮基督的血 吃基督的肉 要知道犹太人一直非常敬畏生命中的血 所以保罗的圣餐主张不同寻常 可能带有希腊色彩 不太可能来自耶稣的吩咐 当然你在福音书中看到的 已经是受到保罗影响的了 原来的洗礼 沿用施洗约翰悔改的洗 保罗把他们改成了圣灵的洗 也就是说 第一代使徒 一直沿用施洗约翰式的悔改的洗礼 差不多20年 保罗却说他们错了 当然圣灵的洗更加神秘 也是今天的灵恩派所坚持的信念之一 保罗是在公元64到67年间 被罗马人处死的 也就是在圣殿被毁之前 客观地说 他在世的时候影响范围有限 只是限于他自己创建的教会 但保罗留下的书信后来被传开了 当然很受外邦人喜爱 教会里外邦人越来越多 犹太人越来越少 保罗的确是个神学天才 他把一个民族性地区性的末世运动 改造成了走向世界的国际化宗教 虽然他当时还以为自己在更新犹太教 这种无与伦比的影响 并不在于他亲自建立了多少教会 而是他的书信在正典确立后成为神的话 这之后 所有的教会都跟他有了关系 那资格最老的耶路撒冷教会怎样了呢 在圣殿被毁后他们迁到约旦佩拉 这些犹太基督徒后来发展出小有名气的一派 就是伊变尼派 我们在这个视频中介绍过他 他们对耶稣的理解完全不同 认为保罗是个大一端 但他们显然是书家 几百年后逐渐淡出历史 不过有意思的是 他们有可能对伊斯兰教的神学产生了些影响 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北边是沙漠 西南有一些绿洲 整体来说是波斯和拜占庭帝国都没有太大兴趣去占领的地儿 居民大部分是游牧民族被杜因人 他们还处于是族阶段 一顶帐篷就是一个家庭 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士族 有共同祖先的士族就组成了部落 部落之间很可能为了一头骆驼就会打个几十年 直到双方都打不动了才助手 好在每年有四个月是禁阅 相当于休战期 就是这段时间咱都别抢别打 好好做生意 平安去朝圣 去哪朝圣呢 就是麦加 麦加是阿拉伯半岛上屈指可数的城市之一 也是整个半岛的商业中心 旅游中心和宗教中心 主要是古来士部落控制着 他们以前也是被都因人 后来放弃游牧和抢劫改行从商了 当然他们最大的生意还是宗教 这座名为克尔白的圣殿 墙上嵌着一颗黑陨石 每年给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和生意 传说这座圣殿的原型是亚当建造的 被大洪水摧毁后又被诺亚重建 之后被遗忘了许多年 直到亚伯拉罕探访他的妾下甲和儿子 以施玛利的时候才被发现 亚伯拉罕父子重新整修了圣殿 在穆罕默德出生的时候 里面还供奉着许多士族圣士和神奇 最受欢迎的是安拉的三个女儿 至高神并不在圣殿里 可能阿拉伯人觉得安拉瑶不可及 还是这些神比较亲民 阿拉伯人对异神信仰并不陌生 毕竟他们周边有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 信仰索罗亚斯德教的萨山帝国 而且还有些犹太人和基督徒就在他们中间 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晚了差不多600年 按理说对穆罕默德生平的学术研究会更容易写 然而学者们还是很遗憾地发现 没有同时代的书面记录 当时的阿拉伯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文盲社会 一切故事都是口头传播的 穆圣去世若干年后才陆续有了文字记录 首先他们把圣门弟子记得的启示 整理成了一部古兰经 然后又把流传于世的先知言行整理成了圣讯 比如布哈里圣讯实录是由布哈里花了16年时间 从60多万段故事中甄选出他认为可靠的6000多段 其他的也都经历了趣味存真的过程 目前逊尼派接受的就是这六大圣讯实录 当然学术界对他们的历史性还是存疑的 古兰经里说耶稣曾经预言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来临 穆罕默德的意思就是受到高度赞扬的人 当然基督徒肯定不认同这个预言 对了 马间的古兰经一本对于华人穆斯林来说 相当于圣经和和本对于华人基督徒 但我这个与时俱进的人更喜欢读当代一本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使用穆斯林作家吴花果的一本 吴花果是他的笔名 就像基督徒认为 旧约里很多经文预言的是耶稣 穆斯林也认为有一些经文预言的是穆罕默德 比如《生命纪》十八章摩西预言的像他一样的先知就是指穆罕默德 基督教则认为是指耶稣 他们还认为约翰福音这段耶稣预言的护卫者宝慧师也是指穆罕默德 基督教则认为是指圣灵 先来看看穆斯林传统记载的穆圣的一生 穆罕默德出生于前570左右 他家属于古来士部落的哈希姆氏族 当时已经是一个小氏族 他是一父子 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 九岁时祖父去世 然后就由叔父抚养长大 他没有读过书 很小就得帮忙干活 毫无疑问 穆罕默德一生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转列点 首先是25岁时结婚 娶了40岁的富双和地彻 还是人家主动提亲的 年轻的穆罕默德一定是颜值 才能和品格都很出色 不用说 婚姻彻底改变了穆罕默德的社会地位 他俩生了四个女儿 两个儿子 但儿子们都夭折了 女儿们倒是活了下来 第二个转折点 就是他40岁的时候 他常去麦加城北的希拉山洞 进修冥想 根据传说 西元610年的一天夜晚 他正在打坐沉思时 突然有人从背后用力抱住他 几乎让他无法呼吸 一个陌生的声音 一连三次喝到 送毒 于是不识字的他竟然不由自主地 附送出这段文字 这就是真主降下的第一段启示 那个声音来自天使家百列 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 他收到了100多个启示 非穆斯林历史学家认为 穆罕默德可能进入了深度冥想 或者梦境 这在各种宗教体验中并不罕见 对于信徒来说 上帝透过梦境或幻影 给予人类启示 更是常规操作 一开始穆罕默德没想过 要创建一种新的宗教 他只是上帝给阿拉伯人派来的先知 传讲的是从亚当就开始的古老信息 早期的启示 接纳所有异神教信仰者 但在后期 当犹太人和基督徒 明确反对穆斯林的时候 启示的基调也就变了 最早的皈依者 包括他的妻子赫蒂彻 堂弟阿里和收养的义子宰德 除了亲属 最重要的人物是阿布伯克尔 也就是阿依莎的父亲 起初他很像是耶稣那样的末日先知 主要信息都是有关末日审判和死者复活 警告那些弑强凌弱者 威力仕途者 必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道德清算 他们的下场是堕入火刑 这种审判跟一个人所在的士族 和社会地位无关 完全基于个人的言行 可以想见 这样的信息必然能在下层民众 与年轻一代中赢得共鸣 听从诫命 恶善好施就是净化 穆斯林的意思就是顺服 几年后 他的信息越来越强调一神信仰 认为克尔白应该是唯一神安拉的神殿 不应该崇拜安拉之外的任何偶像 这当然会破坏古来世的寺庙生意 于是他所在的士族遭到部落的孤立 617年 出生显贵的欧迈尔等人皈依 让他很受鼓舞 然而两年后 最挺他的妻子和叔父相继去世 又使他深受打击 而新的组长不再保护他 他和他的信仰群体处在岌岌可危之中 就在这时 他经历了一次神迹 传统称夜行灯消 一天晚上 他乘着一匹飞马来到耶路撒冷远寺 然后被天使家百列带上七层天 在那里他见到了亚当 亚伯拉罕 摩西等众先知 还看见了各种不义者如何受惩罚 之后 他回到地上乘坐飞马 回到麦加 传说耶路撒冷的岩石原顶所在地 就是穆罕默德当年到达的地方 从这块巨石 他被带往七层天 正是因为这次夜行灯消 耶路撒冷也成为穆斯林的圣地 之后他们每天五次祷告都朝向耶路撒冷方向 直到后来发生了变故 当穆斯林在麦加备受排挤的时候 穆罕默德迎来了人生第三大转机 距离麦加400公里的雅斯里布 向他发出了邀请 雅斯里布是犹太人 在西元一世纪建立起来的定居点 后来由两个阿拉伯部落 联合起来打败了犹太人 取得了这块绿洲的主导权 但他们之间又发生争斗 仇杀和战争持续了50年 终于打不动了 积蓄一位有足够权威和能力的人 从中斡旋以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 西元620年 其中一个部落的六位首领 到麦加朝圣的时候 听到了穆罕默德的传道 一下子深受触动 皈依了他 第二年 他们与另一个部落的几位首领 一起来到麦加 邀请穆罕默德去亚斯里布 做他们的裁决人 显然 他们在穆罕默德身上 看到了一位宗教领袖的威权 穆罕默德提出的条件也很简单 他们必须都成为穆斯林 就这样 从622年7月起 穆罕默德和穆斯林们分批迁徙到了亚斯里布 开始了新的篇章 在这里 他们建立了阿拉伯人第一个基于共同信仰 而不是血缘关系的社团乌玛社团 以前每个成员处于十足 及部落的保护之下 而现在每个成员处于整个社团的保护之下 共同信仰取代了血缘纽带 以前其他部落就是敌人 如今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麦家的古来士部落和多神信仰者 传说他们与犹太人 共同签署了一份麦迪娜宪章 那时候犹太人还是穆罕默德极力争取的对象 麦迪娜宪章规定了 犹太人和穆斯林享有同样的权利 他们彼此并不是敌人 这次迁徙对于伊斯兰教的发展 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说它是穆斯林的命运转列点是毫不夸张的 正因为如此 17年后 第二任哈里发欧迈尔 把这一年定为伊斯兰纪年第一年 说起来很有意思 犹太教把上帝创世定为犹太纪元第一年 强调上帝的创世之功 基督教把耶稣诞生定为基督纪年元年 强调耶稣的救赎之功 当然他们都算错了时间 伊斯兰纪年强调的确实社团的诞生 后来亚斯里布改名为麦迪娜 在麦迪娜的时候 穆斯林整体势单力薄 根本无力与麦迪娜统治阶层对抗 到了麦迪娜就不一样了 穆罕默德不但是宗教领袖 也逐渐成为整个地区的立法者和执法者 而且乌玛不仅是信仰社团 也成为了军事力量 他们开始主动出击 624年初 穆斯林袭击了来自麦迪娜的一个小商队 率先打响了武力对抗的第一枪 然而这次战斗发生在靖越 显然破坏了规矩 当然遭到麦迪娜部落的强烈谴责 据说这时候穆罕默德得到了启示 虽然靖越动武是大罪 但被逆真主破坏金丝的罪更大 这段启示给从此以后 穆斯林的战斗都赋予了圣战的色彩 这两端经文也被视为真主 命令穆斯林拿起武器奋起反抗 因为留在麦迪娜城里的亲友们都在遭遇迫害 几个月后穆罕默德亲自领导了一场战斗 巴德尔之战 当时穆斯林准备袭击麦加的一个大商队 但商队事先得到风声 改道回到麦加 于是穆罕默德在巴德尔这个地方 与从麦加赶来支援的队伍发生战斗 他们以少胜多 竟然打赢了 杀死了对方的首领 还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和战俘 这场战斗意义非凡 可以说他开始了安拉保佑穆斯林必胜的神话 这也是为什么1973年埃及突袭以色列的时候 把他们的行动称之为巴德尔行动 假如你觉得真主的命令太可怕 对照一下希伯来圣经 也就是旧约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占领迦南的命令 这些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 无论以色列人还是穆斯林 都坚信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 是遵循上帝的命令 而迦南人与迈迦人一样 都是被逆上帝的逆徒 死不足惜 刚迁到迈地纳的时候 穆罕默德主动向犹太人示好 很希望他们能承认自己的先知地位 然而犹太人并不买账 就像拒绝耶稣是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一样 他们也拒绝认为穆罕默德是跟亚伯拉罕 薄西一脉相承的先知 为此穆罕默德只好与他们决裂 把穆斯林朝拜的方向由耶路撒冷 改为迈迦的克尔白天房 重新确立了摘月 这样就强调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色彩 他驱逐了两个反抗的犹太人部落 把他们的土地分给了穆斯林 豪谦之战后 他率军灭了曾暗中协助卖家的一个犹太人部落 南丁600人全部被处死 妇女儿童全部被卖为奴隶 628年他又征服了另一个犹太部落 允许他们可以留在原地 但每年必须把收入的一半上缴作为共赴 这就开始了向被征服的异教徒 征收人丁税的政策 可以清楚看见 穆斯林与犹太人的世仇 从穆罕默德时代就开始了 至627年末 迈迪那人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 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穆斯林社团 正是从这里诞生了后来的伊斯兰教国家 然而任何时候亲属关系都不可能被忽视被取代 穆罕默德非常善于利用这一点加强彼此关系 他娶了最重要的两位高层伯克尔和欧迈尔的女儿 又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给奥斯曼和阿里 这四个人就是后来的前四人哈里发 麦蒂娜的穆斯林盼望能回到麦加朝静 经过谈判 他们与古莱士族终于达成了一个十年休战协议 每年穆斯林可以回到麦加朝静三天 西元630年1月 麦加的结盟部落袭击了改奉伊斯兰教的一个部落 据说有几个麦加人参与其事 穆罕默德一听 认为对方先破坏了停战协议 立即借机率领穆斯林向麦加进军 被穆斯林强大的力量所震慑 麦加的古莱士部落终于投降了 算是和平解放了麦加 于是他人生第四个转折点到来了 630年穆罕默德进入麦加后 下令捣毁了克尔白的全部偶像 只留下黑石则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物 麦加从此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 之后穆罕默德返回麦迪纳 接待四周阿拉伯部落派来的代表团 这一年被称为代表团之年 631年 他规定所有的阿拉伯部落必须皈依伊斯兰教 否则解除联盟关系 从此 异教徒不得进入麦加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非穆斯林不允许进入克尔白天坊所在地 632年 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在麦加朝禁 称为此朝 不久之后 他因病突然去世 伊斯兰教的确是打出来的 当他们用共同信仰取代血缘关系的时候 并没有用和平取代了战争 而只是重新定义了谁是敌人以及战斗的目的 假如比较历史上的耶稣与穆罕默德 两人是非常不一样的 谁在世的时候影响更大呢 当然是穆罕默德 谁在死后影响更大呢 真不好说 从信徒人数来说是耶稣 不过现在穆斯林人数增长更快 不知道在这个世纪会不会超过基督徒 基督教是不是就比伊斯兰教更热爱和平呢 不见得 历史上基督教同样是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和平常常是因为还不具备征服的能力 就像穆罕默德在卖家的时候 如果按照这两段卖家时的经文 所有人最终都是由真主来裁决 所以穆斯林是没有义务和责任 去要求别人信仰什么的 可如果按照这两段卖地纳时的经文 那么世界就永无宁日 根据伊斯兰教的庭经说 后面的取代前面的 我想说的是 无论是哪一种宗教 都有血淋淋的历史 彼此之间也都爆发过多次不堪回首的战争 但今天去争论谁对谁错 拿历史说事毫无意义 现在我们按照伊斯兰教信仰的六大支柱 来比较一下 这三大异神教的信仰有什么异同 第一是信真主 那么这位真主是犹太人信的雅威 和基督教信的三位异体神吗 真主或者安拉的意思就是上帝 看样子至高神其实是无名神 当年摩西问上帝名字的时候 上帝说 我就是我是中文翻译成 我是自有拥有者 实际上也是无名 只是基督徒对这位神的定义不同 增加了圣子和圣灵两个位格 从而成为三位一体 伊斯兰教如何看待耶稣呢 古兰经承认耶稣是处女所生 行过许多神迹 但他不是神 和犹太教一样 伊斯兰教认为三位一体就是三个神 古兰经说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 当然也就没有复活这回事 第二是信天经 就像承认所有的先知 使者一样 伊斯兰教也承认所有的真主赐下的经典 不仅是新旧约 只是许多经典都被后人篡改了 只有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正确无误地传下来 有一点倒是很特别 就像基督徒认为耶稣道成肉身 穆斯林认为古兰经就是道成经书 它不是被造 而是真主的言语 与真主同在 在时间之前 在阿拉伯文里古兰的意思就是念诵 而真主使用的语言是阿拉伯文 所以至今穆斯林认为 只有古典阿拉伯文的古兰经 才是真正的古兰经 穆罕默德在卖家的时候 还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宣读者 所以经文多半是告诫和规劝 这部分内容后来成为教义的核心 先知在麦蒂娜得到的启示就大不一样了 作为卖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 启示也多半是命令和立法 针对当时遇到的各种政治的 经济的 军事的 生活的挑战 有意思的是 麦蒂娜启示还有很多涉及到先知的个人生活 比如这一段 看样子穆罕默德有时候也摸不开脸面 对付不速之客或者下逐客令 于是真主就亲自开口帮了他的忙 还有这一段 直接宣布穆罕默德拥有多名妻子 试神批准的 其实这里并不是全部 先知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又娶了11位 妻子多了自然麻烦也多 哪怕是胜妻 根据胜讯记录 有一次 他在一位妻子苏黛那儿待的时间比较长 还喝了蜂蜜 于是另外两位妻子 阿依莎和哈佛莎就商量好 一见到穆罕默德就问你吃了塑胶吗 身上有一股怪味 一听俩人都这么说 吓得穆罕默德再不喝苏黛的蜂蜜了 于是真主就降下这段启示批评了他 又降下另一段启示 警告了这两个搞恶作剧的圣妻 这个故事很接地气吧 据说还有一次他被圣妻们气得不行 一个人单独睡了一个月 关于学术界认为古兰经是如何成书的 我会另外做一个视频 第三是信先知 古兰经说我在每个民族中 却已派遣一位使者 犹太教和基督教没有这样的说法 一开始穆罕默德认为自己只是十二万名先知之一 很久以后他才认为自己不是一位普通先知 而是一位使者 相当于亚伯拉罕 摩西 耶稣的角色 而且他受命传递人类最后的启示 是封印先知 穆斯林接受犹太教的先知 也接受作为先知的耶稣 但犹太教 基督教都只接受西伯来先知 认为其他宗教都是假先知 第四是信天使 三大义神教都承认天使的存在 堕落的天使成了恶魔 伊斯兰教关于魔鬼的记录有些不同 古兰经说当年真主用泥土造了亚当后 让天使们向他叩头 天使们都叩头了 只有撒旦伊卜利斯拒绝 他认为自己是用火造的 而亚当是用泥土造的 显然他的材质更好 真主生气地要惩罚他 他就请求真主宽限他到众生复活之日 真主同意了 这一缓刑就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于是他就诱惑亚当吃了禁果 第五是信末日 我在介绍索罗亚斯德教的时候 提到这座末日审判的清瓦特桥 好人经过时是宽敞大道 恶人经过时立刻窄如利刃 西伯来圣经对于末日审判语言不详 但死海古卷里的深渊之桥显然是清瓦特桥的翻版 而伊斯兰教也吸取了这个程序 在布哈里圣训里有这样一座火域上的独木桥 关于天堂里的享受 圣经没有详谈 耶稣说了一句话 天堂里也不娶也不嫁 看来天堂里不再有婚姻 如果你对此很失望 那还是穆斯林的天堂更适合你 古兰经说天堂里女性会再次拥有处女之身 男人会有白西美墓地妻子相伴 至于72个处女和8万个奴隶的说法 并非来自古兰经 而是一部盛序 身为基督徒的林语堂也打趣说 如果天堂可以选择 他宁可选择穆斯林的天堂 第六是信前定 前定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的一生福祸 其实早就被上帝预先安排了 那这样一来 大家不都可以躺平了吗 于是就有了自由意志与前定如何协作的争论 基督教有些宗派也主张预定论 同样 预定论与自由意志如何协调 是至今也没有争论明白的奥秘 如果有人认为他已经搞明白了 那么他肯定没明白 总结一下 单单从教义来说 伊斯兰教跟犹太教更接近 因为他们共同反对三位一体 从对经典和先知的包容性来说 伊斯兰教在理论上是最包容的 但他只是承认与古兰经不抵触的部分 犹太教和基督教不承认 其他宗教的圣典和先知 其实三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如何得救 希伯来圣经里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 他们作为选民是要在这个世界做万邦之光 而不是上天堂 犹太教的末世论是在耶稣诞生之前 两三个世纪才发展起来的 基督教认为救恩是耶稣的死带来的 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是得救的前提 伊斯兰教当然认为顺服真主 遵守教法 履行各种宗教义务的穆斯林就可以上天堂 光信不够得有行动 穆斯林的五大修行 华人称为武功 首先是念功 也就是这段清真言 每位穆斯林在成年后至少要当众表白一次 而任何人只要当众念诵一次清真言 就被承认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倒是有点像基督教的绝制 不过更加简化 也不需要受洗 但皈依以后的功课可就多了 第二是拜功 每天五次朝向卖家方向祷告 同时忏悔自己的过失 周五则去清真寺参加社区祷告 这叫聚礼 很可能这也是从索罗亚斯德教借鉴的 第三是客功 穆斯林被鼓励奉献自己财富的2.5%用于慈善 不知道有多少穆斯林能做到 第四是摘功 就是在每年摘月期间白天进食 晚上才能吃东西 犹太教和基督教倒没有规定这样长时间的进食活动 第五是朝禁 每位穆斯林一生之中到卖家朝圣一次 毫无疑问这是全世界最壮观的朝禁活动 每位穆斯林要绕行天房七圈 要喝甚甚泉的水 要向代表魔鬼的石墙执行石刑 象征当年亚伯拉罕向魔鬼七次投掷石头赶跑了他 现今宗教对话观主要有三种 排他论是为我正确 兼并论是为我优越 多元论是一时同仁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新的世界宗教巴哈一教 迄今只有160年历史 但已经传播到世界200多个国家 信徒人数已有900万 可以说在许多方面 它都是更高级的宗教 被称为是未来的宗教 为什么呢 它向所有的宗教都伸出了橄榄枝 谁能接得住呢 它属于这三种的哪一种呢 它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希望呢 我们就从宗教的这四个要素来分析 不过我们得先从它的历史说起 巴哈一教脱胎于伊斯兰教的过程 有点像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 所以我们先得从伊斯兰教说起 话说穆罕默德去世后 前两人哈里伐是他的岳父 后两人是他的女婿 到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执政的时候 穆斯林的第一次内战打响了 阿里最终被刺杀 后来追随阿里的这一派叫什叶派 什叶的意思就是同党或追随者 后来专指阿里党人 这个政治派别后来发展成了宗教派别 另一派建立了沃玛亚王朝 逊尼派这个词是后来才出现的 意思是遵守教规逊耐者 里面有很多支派 什叶派也分成很多支派 最主流的一支叫伊玛木派或者十二伊玛木派 伊玛木原意为堪当表率的人 差不多是哈里发的同一词 但什叶派后来把伊玛木大大神化了 十二位伊玛木大多死于非命 有些甚至是少年夭折 第十二伊玛木名叫穆罕默德马赫迪 据说他在幼年时就突然隐顿了 因为安拉让他隐藏起来 等候在世的时候 他曾通过代理人也就是八部遥控指挥 直到九百四十一年 第四位代理人去世时没有指定下一任 于是马赫迪彻底隐顿了 八部的意思就是门 通往伊玛木的门 什叶派相信马赫迪会作为救世主 再次降临 就像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会再来 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一个谢赫派 在当时被什叶派当作是一端 因为他们主张灵异解读古兰经 长老还暗示自己通过一项 从伊玛木得到启示 谢赫派相信真主应许的那位 会在1844年回归 因为那一年是伊斯兰教里1260年 也是第十二位伊玛木正好隐顿1000年 穆斯林传统相信 每1000年伊斯兰教就会出现一位复兴者 我在这个视频里介绍过 傅林安息日派 这一派起源于米勒的1844预言 当时他说 耶稣会在1844年10月回来 结果造成追随者的大失望 但这一年却成为巴哈伊教的起点 而且他们认为 耶稣其实真的回来了 不过不在美国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一年年初 谢赫派领袖去世了 他没有指定继任者 一些门徒就开始寻找 应该出现的真主应许的那位 几个月后 一位年轻人向谢赫派门徒 穆拉侯赛因宣布他就是巴布 是那位通往伊玛穆的门 对了 特别说明一点 跟伊斯兰教很忌讳展示 穆罕默德的肖像一样 巴哈伊也很忌讳展示 两位险胜者巴布和巴哈欧拉的肖像 所以本视频里没有他们的肖像 这位年轻人的原名是赛伊德阿里穆罕默德 1819年10月出生于 摄拉子城的一个商人家庭 父母都是先知后裔 他七岁丧父 由母亲和舅舅抚养长大 自幼聪明早熟 由于家族成员大多是谢赫派 他也跟着一位谢赫派老师 学习了几年古兰经 他16岁开始做生意 21岁时放下工作 跑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待了一年 先知的孙子侯赛因就是在这里被杀的 所以是圣地 这期间他上过谢赫派长老 赛伊德卡奇姆的一些课程 他那种非同寻常的前程 给谢赫派门徒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后他回到摄拉子城 跟表妹结了婚 据说他常常看到一些异想 就是幻影或梦境 让他意识到自己非同寻常的使命 当他声明自己就是巴布 而且以一部长篇启示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后 几个月内就有了18个追随者 都是谢赫派的门徒 他们被称为生命字母 他还带着一位门徒到麦加圣城 公开宣布他的使命 就是实现伊玛木的归来 但这个宣告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就像是耶稣带领12个门徒 走遍乡村传讲天国进来的末世信息 巴布和他的门徒 也到处传讲伊玛木的信息 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 被称为巴比信徒 但他的敌人肯定更多 就是那些教士们 他们对这些异端很是记恨 开始迫害他们 1847年 巴布被关押起来 第二年初 他进一步起舍自己的身份 说他不仅是通往伊玛木的门 他就是马赫迪 还宣布他的巴扬经 取代了古兰经 他的使命 就是要建立正义之国 废除一些伊斯兰律法 比如一副多妻制 妇女戴面纱等 简化各种教规仪式 摘月缩短为十九天 尊重财产所有权等 这些后来都被巴哈伊继承下来 幸亏巴哈伊没有继承的是 巴扬经里的一系列严厉的律法 比如驱逐非信徒 没收他们的财产 终止他们与信徒的婚姻 毁掉他们写的书 用圣战来传播信仰 等等 1848年7月 三波巴比信徒们 一共81人聚集在一个 叫巴达什特的小村庄 开了一次长达22天的会议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 巴比教的历史性转折点 18个生命字母里 唯一的女信徒塔赫磊 是一位出身名门 很有学识的女诗人 她第一个指出 巴布并不是创建了一个新宗派 而是创建了一个新宗教 他们必须跟伊斯兰教分道扬镳 不再遵守那些律法 为了用行动表示 自己不再是穆斯林 而是巴比教徒 她甚至不带面纱参加会议 据说当场有人吓得割破了喉咙 惊慌而逃 一部分人也因此退出了巴比教 他们还没有思想准备 跟伊斯兰教一刀两断 会议的组织者 正是后来取代巴布的 另一位险胜者巴哈欧拉 他支持塔赫磊的意见 说服了留下来的人 从此 巴比教跟伊斯兰教渐行渐远 这次会议的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称号 巴哈欧拉的意思是 上帝的荣耀 塔赫磊的意思是纯洁者 他成为伊斯兰妇女中 第一位摘下面纱的人 两年后塔赫磊殉殉道而死 传说沙阿就是沙王 被他的美貌和智慧迷住了 竟然向他求婚 说只要他放弃一端思想 就可以成为后宫最得宠的女人 这位沙阿眼里只有女人 怎能理解一位信仰者的追求和勇气呢 不用说他高傲地拒绝了沙王 宁愿去死 巴比信徒拒绝伊斯兰律法的消息 传遍了全国 这一年 新的沙阿上台 指定了一位新首相 此人更是想摧毁巴比教 于是巴比信徒跟当局之间 发生了一系列极为惨烈的武装冲突 许多巴比信徒殉教 终于 当局在1850年处死了巴布 当时他年仅30岁 巴布写了大量的启示 一部分遗失了 一部分保存在以色列海法的研究室里 似乎还没有人读过 巴布反复提到数字19 他说圣数19有四种用途 第一代表最早复活 并叩拜真主的是19个神圣灵魂 从穆罕默德到12亿马目 第二代表他和18位门徒 也就是生命字母 第三代表真主创世的方式 宇宙的结构就是19乘以19 第四式形成巴比教例 每年19个月 每月19天 这一点被巴哈一沿用 巴布的作用是开路先锋 在巴扬经里 他反复提到一位上帝 将昭示天下者即将出现 要求门徒要义无反顾地跟从这个人 如果他出现的话 而且他跟这个人的启示时间 可能相差9年或者19年 结果巴布去世之后 据说前后有许多人声称 自己就是那位上帝将昭示天下者 当然这些人都烟消云散了 除了一位 就是巴哈欧拉 巴哈欧拉原名叫米尔扎侯赛因阿里 1817年出生于贵族之家 父亲曾经当过省长 但他对做官二代没什么兴趣 他比巴布大两岁 没有见过巴布 但收到过巴布的信 在27岁那年成为巴布的信徒 有点像施洗约翰为耶稣开道 巴哈欧认为巴布的主要使命 正是宣告巴哈欧拉即将来临 但施洗约翰并不是显胜者 巴布既是显胜者 又是更大的显胜者巴哈欧拉的门 我们一会儿再解释显胜者 姑且先理解为先知吧 可是穆罕默德不是封印的先知吗 巴哈欧认为 从亚当到穆罕默德都属于预言周期 穆罕默德是预言周期的最后一位显胜者 而巴布开启了应验周期 这个周期将持续至少50万年 还会有许多显胜者出现 但巴布去世前并没有指明巴哈欧拉为继任者 倒是在一封信里 只是米尔扎耶海亚成为巴比教派的领袖 耶海亚是巴哈欧拉同父异母的弟弟 他的称号是永恒之臣 也就是阿扎尔 耶海亚当时还不到20岁 巴哈依传统认为 这个任命是为了掩护巴哈欧拉 让他在幕后指挥 但耶海亚自己可不这么想 1852年 几个冲动的巴比教徒 在耶海亚的支持下 试图刺杀沙阿失败 巴比教遭到大规模血洗 耶海亚逃走 巴哈欧拉被捕 关进了监狱 根据巴哈欧拉的回忆 正是坐牢期间 也就是1853年 在梦境中 他听到从四面八方 传来一个声音呼召他 而且感到有什么东西 自头顶涌向胸膛 四肢仿佛在燃烧 这个意向被认为是 他领受启示之开端 出于后 他流亡到巴格达 耶海亚也来到这里会合 但巴哈欧拉的领导力 显然远超过他 为了避免争斗 巴哈欧拉曾隐退过两年 这期间跟苏菲派 有过密切接触 当他回来的时候 得到大多数信徒的拥护 1863年 巴哈欧拉向少数人宣誓 他就是那位上帝将招式天下者 正好距离1844年19年 由于耶海亚不断挑战 1866年 巴哈欧拉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身份 让信徒选择战队 跟随巴哈欧拉的 就成为巴哈伊 追随耶海亚的成为阿扎尔派 也流传至今 但人数极少 双方之后被流放到不同的国家 巴哈欧拉辗转过许多地方 最后一战是现今以色列的阿卡城 他留下大量著作 最重要的是亚格达斯经 也叫至圣经书 相当于西伯来圣经中的陀拉 我一会儿在教义部分 再介绍他的观点 他从1867年起 就给当时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写信 呼吁他们创建一个国际法庭 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 组织一支由各个成员国 组成的国际警察部队 这很像是后来的联合国和维和部队 他的收信人包括 法国国王 英国女王 德国皇帝 俄国沙皇 波斯沙阿 奥地利皇帝和奥斯曼苏丹 还有当时的教宗 不管怎样 一位流亡的 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宗教领袖 却比教宗还有君灵天下的气势 的确不可思议 但先知的后代大多不争气 巴哈欧拉有三位妻子 而女众多 她升天后 家人分布在对立的两个阵营 长房子女都很忠诚于她 继任者正是长房长子 阿伯都巴哈 意思是巴哈的仆人 被称为至大圣之 二房和三房 全部都在叛逆者阵营 尤其是二房长子 穆罕默德阿里 比阿伯都巴哈小十岁 口才好 书法家 很长时间里担任 巴哈欧拉的秘书 被称为次大圣之 后来却成了最大反贼 巴哈欧拉留下的一部经书 明确授权长子 阿伯都巴哈 成为唯一权威的试经者 阿伯都巴哈 虽不是先知或圣士 却被看作是 巴哈欧拉教义的完美实践版 是信徒效仿的对象 巴哈欧拉说 转向他 便是转向上帝 背离他 便是违抗我 他的著作也被当作圣作 他曾到欧洲 北美访问 大大促进了巴哈依信仰 在这些地方的传播 据说他去世的时候 巴哈依信仰 已经传播到35个国家 阿伯都巴哈的儿子们都夭折了 只留下女儿们 于是他在遗嘱中 指定掌外孙首纪阿芬蒂为圣护 也就是巴哈依教义 唯一的权威解释人 他身上也有八部的血脉 是两大显圣者家族的血缘纽带 阿伯都巴哈 也用同样的坚定 为这位圣护站台 说他是上帝在人间的神迹 顺从他 就是顺从上帝 不用说 他也同样遭遇到家族中 那些反贼们的挑战 甚至也包括曾经在祖父身边工作的人 当然最终还是他完胜 首纪阿芬蒂毕业于贝鲁特学院 祖父去世的时候 24岁的他正在牛津学习 他后来娶了一位加拿大女信徒 他的贡献包括 把巴哈欧拉和阿伯都巴哈的许多著作 翻译成英文 完善了巴哈伊组织结构 开始建设了巴哈伊世界中心 据说他去世的时候 巴哈伊信仰已经传播到200多个国家 由于他没有后代 而巴哈欧拉的其他后代 都因为违背圣约被赶出了巴哈伊 所以从此结束了领导权的实习制度 改由集体领导 1963年 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九名成员 由各地领理会投票选出 说完了历史 我们现在来说 为什么它是更高级的宗教 从教义来看 第一个更高级是巴哈伊的大同思想 他们的核心原则非常简单 就是三句话 上帝唯一 人类一体 宗教同源 上帝唯一就是说 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只有一个 只是人类用不同的名字称呼他 比如安拉 耶和华 范或者神 人类一体就是说 全体人类都是一个统一的族群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都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巴哈伊说 爱祖国并不值得自豪 爱全世界才值得骄傲 地球乃一国 人类皆其名 宗教同源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从同一个神圣源泉获得灵感 他们之所以看起来不同 是因为他们是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不同的地区 为不同的目的而启示的 但都反映上帝的意愿和目的 都是上帝的宗教 当然 邪教除外 那到底什么是邪教呢 我们近期会有一个视频专门探讨这个很重要 又很棘手的问题 是不是很奇怪 一个宗教以这三点作为核心原则 因为其他宗教大多关注的是个人的灵性 也就是救灵魂 而巴哈伊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灵性 整个世界的命运 他们的目标是救社会 建立世界文明 他们也的的确确是宗教 而不是一个人文组织 因为他们认为人生的根本目的是要认识神 走向神 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提升灵性 以这种大同思想为起点 自然就有了高瞻远瞩的使命感 教义的第二个高级点是巴哈伊信仰 以优越论取代了排他论 人类怎么认识神呢 如同我们无法靠近太阳 我们也无法靠近上帝 只能透过他派遣的神圣显示者来认识他 这些人被称为显圣者 他们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重解 除了肉体和灵魂 他们还拥有第三种本性 接受神圣启示 并将之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人类的超凡能力 巴哈伊经常提到的显圣者 包括克里希纳 索罗亚斯德 亚伯拉罕 摩西 佛陀 基督和穆罕默德党 他们都是同一个上帝的使者 没有高下之分 而他们的教导 当然都是拯救人类的良方 巴哈伊信仰对显圣者推崇备制 再三强调显圣者并不是上帝挑选的普通人 而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与上帝有着独特的关系 由上帝从灵性世界派遣而来 作为传递神圣启示的工具 巴哈伊同时也认为 宗教真理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每一个特定的宗教代表一个阶段 上帝接二连三的干预是循序渐进的 每一次启示都比先前的更完整 也就是说 巴哈欧拉作为最新的显圣者 带来的新启示 巴哈伊信仰当然是目前的最佳宗教 好比是高年级 其他宗教都是低年级 巴哈欧拉之后还会不会有显圣者呢 当然会有 但至少一千年后 到时候新的显圣者会带来更高级的启示 巴哈伊这种宗教真理相对论 可以说一阵间歇地戳中了排他论者的学位 因为排他论者正是把宗教真理绝对化了 把上帝的永恒等同于启示的永恒 把上帝的唯一性等同于通往上帝道路的唯一性 从宗教发展的历史来看 后来的大多承认前面的 但前面的却不承认后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宗教虽然承认了前辈 却又否定前辈们的关键教义 比如 巴哈伊认为耶稣并不是三位一体的神 而是一面反映圣阳上帝的镜子 他们几乎完全同意伊斯兰教对耶稣的看法 这也可以看出思想的传承 还说穆罕默德只是启示周期的封印先知 如今已经是应验周期 佛陀并没有否定造物主 他的一些教导恰恰说明有造物主 只是人们没有理解 等等 这就好比是承认各菜系都挺好 却说人家最关键的招牌菜 其实并不正宗 情何以堪 还有一点可能也会得罪各宗教 巴哈伊认为克里希纳 索罗亚斯德 摩西 佛陀 耶稣都预言了一位神圣者会降生于世 而他就是巴哈欧拉 而且巴布就是复灵的基督 当然这是象征意义的 就像施洗约翰是象征意义上的以利亚再来 说到底 所有的显胜者都是上帝派遣的 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回到这里 巴哈伊应该属于哪一种呢 肯定不是排他论 因为他承认其他宗教都是上帝的宗教 但也不是多元论 因为多元论强调平等对话 一视同仁 可没有高年级低年级之说 所以巴哈伊表明上像多元论 骨子里却是兼并论 或者叫优越论 不管怎样 优越论还是比排他论近了一步 巴哈伊允许多重教级 皈依巴哈伊不需要放弃原来的教级 照样可以是基督徒 佛教徒 穆斯林 只是让大家去天国的路上多拿一本护照 要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双重国籍 但接受双重教级的宗教极少 其实宗教就应该求同存异 在旧灵魂层面 大家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这是存异 在旧社会层面 大家齐心协力 一起合作 这叫求同 尽管巴哈伊信仰让有些宗教不爽 但对这个时代的人还是有相当吸引力 他的大同观和包容性或许正代表一神教信仰的未来 教义的第三个高级点是重新定义了地狱和魔鬼 实际上巴哈伊没有救灵魂一说 因为没有原罪 也没有实体存在的天堂和地狱 根据巴哈伊教义 每个人都有一个由上帝创造的理性灵魂 在受孕时开始存在 灵魂的成长就是在今生不断获取各种灵性品质 比如知识 智慧 谦卑 爱和其他美德 躯体死亡后 灵魂就进入上帝的国度 在各个灵性世界里继续成长 不过 这辈子灵性成长状态决定了到灵性世界后是否幸福 所谓天堂就是离上帝很近 所谓地狱就是离上帝很远 也很不幸福 那么 到底有没有天使与魔鬼呢 巴哈伊认为 除了人类 显胜者和上帝 并没有其他的意识存在层级 所谓恶魔 天使和大天使等等阶层 其实是用来形容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 不完善者被比喻为恶魔 有灵性者被视为天使 显胜者已经处于完善的境地 而其他灵魂则是具有达到完善的潜能 要通过结成为上帝服务来让灵魂升级 这是不是比熊熊燃烧的火火火域高级多了 教义的第四个高级点就是与科学协调 巴哈伊认为违背科学的宗教是迷信 离开宗教的科学会陷入物质主义 他们强调理性 主张用灵异解释某些神迹 这是从谢赫 巴布 巴哈欧拉一脉相承过来的 比如 阿伯都巴哈在以达之问里说 耶稣复活并不是指肉体复活 而是指基督殉道后的三天 门徒不知所措 这时候基督的圣道就像具没有生命的死尸 直到圣灵的生命与恩典环绕了他 门徒们又振作起来 这才是复活的意义 一点也不跟科学冲突 哇 这可是彻底否定了基督信仰的基石 所以对于基督教来说 巴哈伊递过来的哪里是橄榄枝 分明是荆棘 教义说完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组织 巴哈伊最明显的特色是不设神职人员 这恐怕也是将来宗教组织的趋势之一 从灵理会到正义院 管理者都是匿名投票产生 不允许竞选 也不提供候选人 世界正义院是巴哈伊的中央机构 领导世界各地的灵理会和顾问团 就像天主教认为教宗无谬 新教认为圣经无误 巴哈伊不但认为显圣者无误 致大圣之无误 圣虎无误 而且世界正义院也是无误的 因为他们都出自巴哈欧拉和巴布的无误之意 巴哈伊强调男女平等 但世界正义院的成员仅限于男性 因为这是巴哈欧拉明确规定的 不能更改 这也不奇怪 从古至今 宗教组织的最高领袖都是男性 不过 以前世俗组织的最高领袖也都是男性 但现在已经改变了 那么猜猜看 未来哪一个宗教组织会最先出现女性最高领袖呢 我们再来看巴哈伊的修行 巴哈伊的修与行融为一体 他们相信工作就是崇拜 服务就是祷告 巴哈欧拉说 人性的最高表达是服务 这就意味着信徒时时刻刻都有机会让灵性成长 而不是周日去参加崇拜才想起上帝 最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信徒每周打卡的崇拜场所 这恐怕是所有宗教里独一无二的 那他们何时何地交流呢 他们有每周学习小组 成长其实就是在一个彼此信任的小组里 而不是在宗教场所里 如何能成为一名巴哈伊呢 很简单 只要你相信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和人类一体 相信巴哈欧拉是本时代的险胜者 这就够了 不需要举行任何仪式 比如洗礼或者更名 只需要填写一张表 或许你先看看能不能遵守这些律法 有些是当年八部从伊斯兰律法改过来的 有些是巴哈欧拉的亚格达斯经理制定的 可能最难以理解的就是不允许参政 巴哈欧拉认为 分党分派的政治是无法让全人类团结起来解决普世问题的 可这样一来 巴哈伊信徒岂不是不能通过参政来改变世界了 希望他们不用等一千年就可以改变这条律法 最后来看看巴哈伊的胜利 巴哈伊没有神职人员 也没有崇拜场所 当然也就没有胜利 虽然每大洲有一座圣殿 但他们没有摩门将那种圣殿里的秘密仪式 他们的圣殿开放给所有宗教 甚至无神论者也可以使用 他们有许多圣日 都是纪念两位显圣者 他们的生日 他们的宣誓日 他们的殉道日或者生天日 巴哈伊的讲究是数字 除了十九 九也是圣数 应用在方方面面 比如巴哈伊的每一座灵犀堂形状都不同 但都有九道门和一个圆顶 象征不同信仰者从不同的门进来 在一个穷顶下敬拜同一个造物主 世界正义院由九名成员组成 圣地朝圣是一个九天的日程安排 巴哈伊的标志也是九个角 总结一下 巴哈伊之所以更高级 从教义来说就是他的大同观 接受双重教集 以优越论取代了排他论 重新定义了地狱和魔鬼 乐意与科学手牵手 就组织和修行来说 没有神职人员代表了今天的潮流 而没有崇拜场所应该是未来的方向 他们的修行也非常接地气 工作就是崇拜 服务就是祷告 中文字幕请不吝点赞 转发 达克宗旅